非常难 因为这个距离选举还很久 我讲的是美国的选举 美国选举是 明年大概2月之后初选才会启动 那拜登基本没有对手 那他投票是明年11月 所以 拜登大概想说在一两个月 我认为他这样想 大概一两个月就搞定了 那 就是让以色列就去搞吧 因为以色列我认为他一定有 跟布林肯做一些 说我们大概一个月那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 就继续打吧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 反正再过一两个月这个战争 以色列就能取得了优势 是吗 也不是取得优势就是他就有 足够的理由可以离开了 他目前认为还没有打完嘛 事实上 布林肯去是要求 人道主义暂停嘛 那 那台亚无反对嘛 那可是据了解 他答应了两件事啦 第一个就是 从这个埃及边界进来的 人道救援的车辆可以增加 听说可以增加到一百量一天啦 那第二个就是他会开始减少空袭啊 因为空袭就是用JDM 精准炸弹那边炸 地上炸了一颗大洞这样 那他说他未来会逐渐转向地面作战 事实上也炸的差不多了啦 坦白说啦他炸了2500个目标 所以该炸了大概都炸了啦 包括医院 医院大概被他炸的有82个地方 那难民也炸了 你还有什么没炸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清理战场 要找到地道入口 然后逐一的用口袋战术 把哈马斯一个一个歼灭掉 不过这个当然是理想上 那是实际上不会是这样嘛 实际上就是你恐怕进入这个Gaza City 那一栋一栋断圆残壁的大楼里面 都有哈马斯的人潜伏伏击嘛 所以我估计以色列也会伤亡惨重 目前以色列大概也伤亡了大概二十几个人 那可是而且遭遇伏击都是 就像游击战一样 坦克大概也损失了大概有十量左右 那就是突然就冒出来用RPG打你啊 或者是用火箭弹打你啊 都是这样 那未来如果像这样 一栋一栋房子来清理 或者是一个接扣一个接扣这样清理 这个要打很久的啦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就算是有一个又一个的示威游行 而且是人数直舰在扩散扩张 恐怕都挡不住就是以色列 他们的这种这个持续攻击 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一个决心就是 他们并没有去冲击政府啊 对啊 这游行有什么用 来亮哥 博恩斯以色列就问他 那请问怎么打你告诉我啊 怎么打 嗯 嗯 所以我即将攻击这里啊 请你们赶快离开啊 是 那不离开啊 我有什么办法 嗯 不然你告诉我怎么打 是 这种叫废话嘛 就这个CIA局长跟布林肯 就两个无能之辈 窝囊废嘛 我讲白了啦 以色列官员就直接跟布林肯呛 你知道吗 嗯 他说请问你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的时候 嗯 有有区别军民吗 无差别的 当然是无差别 不然伊拉克怎么会死20万人呢 嗯 伊拉克的平民死了20万人呢 嗯 不是军人呢 嗯 你美国不就是这样打 嗯 那哈马斯攻击我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打 是 伊拉克有打你吗 嗯 所以我坦白讲 以色列的暗示的用语就是说 我只是学你而已啊 嗯嗯嗯 是 那我如果没有正当性 你不是更没正当性 所以我跟你讲 那布林肯当场一定就无言以对 本来就是啊 嗯 甚至还有以色列官员扯到哪里 你知道吗 嗯 他说你不是对日本丢原子弹 嗯 是 那那个杀了多少平民啊 你为什么不打准一点啊 只打到日本军人啊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现在跟以色列讲这个都没有用啊 嗯 所以我才说 真正要拿出杀手箭嘛 嗯 哦 杀手箭就是你美国不要支持他嘛 就是这样啊 是 这个就是杀手箭 如果不是你美国在后面你以为 为什么大家在那边不太敢动手 是 如果你美国没有介入那么深 你以为伊朗不会动手吗 就就可能啊 是啊 当然是这样啊 你还把二二二的潜艇都开来了 嗯 对不对 那个上面可以 那个 发射那个三叉戟的飞弹 1000公里耶 那你当然就是 看谁动手 你就要打谁啊 谁不知道 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美国护航嘛 那结果你现在在叫以色列说 你打嘴一点好不好 所以这根本没有用嘛 我跟你讲啊 这种东西往往 战争的悲剧就是这样 往往要打到 大家实在是看不下去 嗯 然后美国国际声望跌到谷底啊 那个时候 才会开始有 不得不做一些转环啊 就是国际声望 现在美国跌的还不够深 当然不够啊 你去看美国的媒体 我跟你讲 美国媒体比美国政府还要强硬 嗯 因为都是犹太人办啊 嗯 华尔街日报 布林肯去以色列当天 他发表一个社论啊 嗯 说停火就有助于哈马斯啊 那 后来布林肯不是讲出来 口径不就是一样 是啊 是啊 华尔街的社论 是 昨天纽约时报还写了一篇文章啊 我还发现那个作者是普利兹奖的得主啊 也是犹太义的 嗯 他说现在世界舆论大混乱啊 嗯 中国俄罗斯跟伊朗 摆明了就是支持哈马斯 嗯 这种完全错误的文章他也写 嗯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说过他支持哈马斯啊 没有啊 嗯 普利兹奖的得主写这种文章啊 是 那是他的意识形态 左右了他的这支笔 他就是要引讲世界的舆论吧 是 说你们如果不支持以色列这场战争 你们就是哈马斯嘛 是 就是这意思嘛 嗯 没有这个一 这不是说每一天都要花两亿美元啊 这个 他有时候又没有每天都打 对不对 这个 反正一个月 对 30亿美元应该跑不掉了 嗯 美国已经 143亿写好了 嗯 可以打四个月啊 嗯 是是是 对啊这哪里是问题呢 哦 美国跟以色列本来就有那个固定的原以的预算 嗯 那本来一年大概是30到40亿之间 送的哦 送的哦 是 那今年因为他战争所以特别编了143亿啊 是 对啊 嗯 所以 参议院现在还在 因为他在生气啦 说 共和党把他跟那个国税局 他国税局砍了143亿 然后挪到以色列原外嘛 嗯 那民主党就说以后不可以这样干啊 这样以后我们都不能增加预算了 嗯 所以目前参议院还在那边叫啦 可是 我认为这个金额不太可能减啊 哦 就是143亿 对啊 目前啊 目前的金额啊 所以可以打4个月啊 这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是 而且 空袭阶段花的钱比较凶嘛 嗯 是 因为他三个礼拜丢的 炸弹的量相当于阿富汗一年 嗯 你就是他三个礼拜多多凶啦 对 那个炸弹量实在吓死了 可是他现在好像等于预告说 还会有接下来的一波 嗯 对可是他空袭会减少 因为基本都炸完了 哦 所以接下来地面战争 就不会花那么多钱 嗯 嗯 因为炸弹很贵啊 是 那 还有空军啊 那飞机要加 那个油都很贵了 对 那个喷射机燃料都很贵 那未来就是陆军为主嘛 那陆军的花费就没有那么贵了 所以量跟弹等于是美国会一下子就消耗掉一百四十几亿 这有什么稀奇 哦 好 那但是小祖宗啊 哈哈哈 但是又有俄乌战争 那边美国也要消耗 然后这边的战争 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去查那个军售的价格啊 以色列买的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嗯 而且都是最好的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售向来就是又好又便宜 嗯嗯 是 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在处理军售的那些官员搞不好一堆都是犹太人 哦 难怪啦 对对对 不就是这样他外交也都是犹太人犹太裔的嘛 所以 那这个没有办法 这已经变成 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一了 嗯嗯 那福音派的共和党更一面倒 是 现在是因为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民主党有非洲裔的 有穆斯林 所以就有不同的意见 是 事实上 共和党人做民调啊 72%是一面倒 嗯 那民主党大概是40% 嗯 这差距很大 事实上劳工党前总理还有一个陆克文嘛 陆克文那是中国通啊 那爱班尼斯还特别派他去美国当大使 就是他知道他要处理中美矛盾嘛 所以要准确传达美国的意见 然后他也了解中国的状况 所以我是认为阿班尼斯蛮费心的啦 而且你看他 因为他去年5月22号上任 到现在是18个月 那这过程是让他做了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 因为你知道摩利森就喜欢放炮嘛 那他就跟黄英贤都维持谨慎发言的状态 就是言行一致啦 就让中方觉得这两个人是可以交往的对象 那接下来就开始堆疊善意嘛 比如说我捡你的关税 你捡我的关税啊 开始有互惠的互动出现 那最后当然他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啊 就是达尔文港继续让中方经营99年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觉得说 这个人是讲话创话的人 那不会言行不一啦 因为他的对照组很明显就是 一个是拜登一个是蔡英文嘛 所以北京当然知道谁是言行一致的人 所以我觉得北京大概也觉得啦 说这个毕竟是安格萨克斯 所以你强求人家改变他的战略 军事跟政治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就是存而不论 那其他就是愿意跟他来恢复 过去的那个交往的状态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北京也对他 满给他面子的 就是让他到进博会 然后到澳大利亚的摊 那个直接在那边做广告 对啊 比如说龙虾 红酒 这个就是他们渴望已久的项目嘛 那我是不知道未来煤矿是不是也会增加啦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那阵子交恶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有部分煤矿已经改到印尼去买了 是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 我是让那个左振东教授 我们两个讨论 他就说这个是教科书级别的 恢复往来的典范 就人家是很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做了处理 那就逐渐就恢复了 那他明明知道 他在军事跟政治上 跟中国大陆是不一致的 可是他也把那个不合理的外溢的效应做节制了 比如说达尔文港也被波及说不能租 那他就觉得这个太过头了 所以他就把它切开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就是大概觉得这样的人 就是可以交往吧 对 至少越南也一样啊 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不一致 可是还是在交往 你怎么可以跟福利宾比 那差太远了 这个 不过这个显然是要做 远洋舰队用的 就是航母舰队为了要出远洋嘛 那巡洋舰队位当然要比较大嘛 我认为日本的政治 岸田本来就是外交部长嘛 所以他只会这个啦 所以没有办法 他本来就对内政经济不熟嘛 可是你说石破帽 石破帽以前是防卫厅长啊 也是不懂啊 所以我认为基本没救啦 就一句话 因为安倍那三支舰 第三支就没有成功嘛 财政有成功啊 那汇率有成功啊 那第三个就是结构改革 就推不动了 那只是日本最近 股市不错啊就这样 Jomain很难说是政治 很难说 对啊 不然怎么时间就这么的巧合呢 他那时候那一支影片 不是才在讲华为 还特别去这个 他还蛮公正的 说实在 很多人看了也是这样觉得 那支我传给很多朋友看 因为他有一定的公信力了 是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 而且他 大家还是认为他是台派 所以人家就认为 他是真正的验证了 华为有某些能力不错 可是打电竞还是不行啊 这没有办法 那电竞你碰到三奈米的 你怎么拼 对 所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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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